开发者你好,欢迎你收看本次视频课程 本次视频课程我们来学习在云开发中实现数据的删除 在这节课程中,我们将会使用云开发的API 在小程序中去实现一个数据的删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想要实现数据的删除 我们只需要在获取到文档的利用之后 调用remote方法来进行删除就可以了 与之类似的,我们可以调用服务端的API来进行删除 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具体的删除的代码 我们在页面上添加一个新的按钮 并将其名称改为delete以及对应的事件 在对应的页面的js当中去添加对应事件的调用 然后我们来执行我们的数据的删除的命令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doc来拿到我们具体的文档 我们复制之前的代码 然后执行remote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permise来将我们的结果打印出来 我们点击delete 会提示我们已经删除完成 接下来我们再次刷新一下 现在我们的数据是加载不出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将我们的数据做了一个删除的操作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看到我们具体的数据了 我们需要给它配置一个新的数据的ID 比如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编译模式 我们刚刚的ID已经被删除了 所以我们需要换一个新的ID 在新的ID中呢 我们进行刷新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了 那么这就说明我们刚刚的操作呢 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数据删除的这个步骤 我们来进行课程总结 在这节课程中呢 我们实现了数据的删除操作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